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妖看点视频 本期继续为大家解读文森佐第六集 被文森佐踢一番的赌局 上期讲述到文森佐意识到现在手中的证据根本无法打赢官司 所以文森佐想搅乱今天的法庭 来达到延期审理的目的 这样他就可以有时间收集更多的证据 而今天的目标人物就是这位肥头大尔的法官大人 在开庭前,这位挺着啤酒肚的法官大人 正抱怨刚刚的汤不如从前时 就和从拐教处突然冲出来的女人撞到了一起 并且被女人手中的蜂蜜水剪了一身 而这只是今天他倒霉的开始 崔明基和韩代表来和法官打招呼 希望他今天也能一如既往的关照他们 法官大人表示 自己现在为了他们可谓是身心俱疲 韩代表立刻领会到法官想要借机捞油水的意思 他一定会好好报答法官大人的恩情 法官还特意强调恩情一定要在台下报答 一旁的崔明基对于法官这样肆无忌惮的所要贿赂的嘴脸 内心充满了鄙怡 但是在临别的时候 还是向法官行了90度鞠躬大礼 人在江湖真的是身不由己 随着开庭时间的接近 所有人都陆陆续续走进会场 红车压的状态似乎不是很好 为了缓解紧张不停的喝水 法官大人走进会场 所有人齐力 随着一声惊慌的尖叫 法官大人摔了个四仰朝天 因为今天开庭会场的墙面上突然漏水了 所以工作人员才会在地上铺上了塑料布 而这栋建筑恰巧也是巴别建设集团的手笔 正式开庭后 崔明基率先开始陈述 而红车压的状态却越来越不好 甚至请求当情吃药环节 可是刚刚吃完药的他 却突然眼白向上晕漏过去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马上就有人叫了救护车 法官大人再次表示 虽然原告代理人的身体不适 但是因为今天的诉讼涉及重大事项 所以不会延期申理 当确认了红车压的身体状况后 会再次开庭 听到这话的红车压眼睛立刻睁开了 他和文森佐的第一个计划失败了 看到醒来后生龙活虎的红车压 崔明基立刻明白这场戏的目的 可是紧接着电又停了 大压的诸客们立刻起哄 嚷嚷着听不见法官说什么 崔明基对于红车压这样小儿科的手段 表示看着都尬 可是停电还是没能阻止继续开庭 突然法庭上空响起了嗡嗡的声音 法官还以为是哪家媒体的无人机 可是再仔细一看居然是两只大虎头疯 据说被这种蜜蜂遮了的话 有可能会小命不保 法庭里的人都立刻向外跑 崔明基看到洋洋自得的文森佐 立刻就明白这也是他搞的鬼 突然大虎头疯直直的冲向了法官 一声惨叫过后 法官再次应声倒地 等到再次开庭 一张猪头脸出现了 现场所有人的内心都笑出了猪叫声 法官大人用微弱的声音宣布 因为他个人身体原因将会延期在一周后开庭 宣布完后他就晕了过去 文森佐的计划成功了 崔明基没想到今天自己会被这样低级幼稚的方式打败 在回去的路上 忍无可忍地对着一旁的大卡车大骂 他一定要把文森佐他们两个的眼珠子挖出来泄愤 这样失控发飙的崔明基 在一旁的韩代表和李俊宇都看呆了 经过这次失败后 崔明基和李俊宇都想调查一下文森佐在意大利的背景 他们通过在警局的内线负责意大利犯罪专案主那里得到了文森佐的情报 可是情报的内容却将文森佐的背景演示得非常好 情报上显示 文森佐是一名和黑手党对抗的律师 专门为黑手党受害者辩护 当崔明基和李俊宇看到这样的情报内容时 都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可是却也无从考证事情的真伪 随后李俊宇在崔明基和韩代表面前亮出了 他才是巴别建设集团真正的主人 当韩代表知道这个消息时 立刻不断的为自己之前对李俊宇忽来喝斥而道歉 而崔明基却没有表现出太多惊讶 李俊宇对崔明基说 他让他很失望 虽然曾经他被称作是东南部地检的快刀手 可是依他看来 通过这次他和文森佐的交手来看 文森佐才更像一名剑客 这句话对于好胜心极强的崔明基 无疑是一种质疑性的侮辱 怒火中伤的崔明基在回到家后 实在是人无可忍 决定反击 他一定要给文森佐一点颜色看看 他先是让人找到红车英那边的证人 巴别化学职业灾害团体的会计 将他绑了之后 在他办公室的隐秘角落里都塞满了钱 然后又在躺在医院里的李宇英身上 注射了微量的冰毒 第二天早晨6点 大昌日报的晨间新闻就爆出 巴别化学职灾被害人家属代表团 涉嫌侵占上款 挪用上款时间长达两年 红车英和文森佐看到新闻后 连忙赶到警局 警察在这些被害人家属的家里 车上 还有集会式的天花板上 收出了大量的现金 文森佐和红车英虽然知道这是催眠机倒的鬼 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们还以为能出庭的证人 只剩下躺在医院里的李宇英 可是紧接着就接到了 在李宇英身上检测出冰毒的消息 红车英被气笑了 感叹催眠机简直就是个黑手党 李俊宇走了过来和他们打招呼 并说出韩代表希望他能回到邮箱律师事务所 不要再和八边建设集团纠缠了 他担心他会遇到危险 此时的红车英还把他当作自己的小跟班 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就在红车英和文森佐 准备要继续寻找新办法的时候 李俊宇叫住了文森佐 他对文森佐说 韩国有句谚语 叫不要自掘坟墓 像文森佐这样聪明的人 应该懂得事实收手 而文森佐似乎察觉出李俊宇的不同 但也蛮不在乎的回答道 他们现在确实是在挖坟墓 但是墓碑上刻的名字却不是他们自己的 而且聪明人向来在乎的不是收手的时机 而是清楚对手变弱的时机 新一轮的较量再次开始 当一周后再次开庭时 原本想看红车英笑话的崔明基 却发现文森佐居然变成了再庭证人 从文森佐自信满满从容淡定的样子来看 这次的他会再次掌控全局 会再次让崔明基输得一败涂地 而那份关于文森佐背景的情报之所以会被人掩盖 其实在文森佐踏上韩国开始 就有一位警察顶上了他 并且为了调查文森佐来韩国的目的 他还特意潜伏在意大利餐厅里 可是在他潜伏期间 他却发现文森佐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凶徒 不仅为人和善 而且还多次帮助大厦的诸户 当他看到文森佐为了给红友餐律师报仇 权力和巴别建设集团周旋时 他被深深地感动到了 所以当他知道崔明基和李俊宇调查文森佐时 他选择了保护文森佐 本期到此结束 下期我会为大家讲述文森佐的完美反击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哦 拜拜